你敢相信吗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就能导致世界末日 大家好 我是阿琪 今天带来一部枉费出品的末日惊悚去参与 女主安娜正在学校准备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 忽然父亲满脸焦急地跑过来 说要带她去个地方 安娜有些不解 你想让我错过考试吗 父亲却答非所问 我们不能待在这里 因为马上就要下雨了 这让安娜更加疑惑了 下雨怎么了 这是要去哪里 车上的父亲一直在打电话 像是有什么急事 根本来不及解释 收音机里忽然插播一则消息 某地区在暴雨之后 出现大量死亡案例 安娜顿时明白过来 父亲要带大家去避难了 连忙催促弟弟赶紧系好安全带 正在开车的父亲也频频回头 却没发现前方的大货车 安娜一家虽然没事 但也导致交通瘫痪了 天空中的乌云越来越厚 眼看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所有人都吓得躲进车里 只有安娜父亲知道 待在原地就是等死 催促家人赶紧跑路 他说前方不远处有个安全的地方 安娜稀里糊涂地跑了一路 眼看天空已经有雨点低落 众人总算来到一处不起眼的小地堡前 父亲用指纹打开铁门 所有人鱼冠而入 想不到这里别有洞天 自带水源和空气处理系统 像是一个完全隔离的独立空间 父亲让大家暂时住在这里 千万别出去 安娜满腹狐一刚想开口询问 却看到父亲已经穿戴好防护服 一副要出去办事的模样 只见她的表情十分严肃 将安娜单独拉倒一边 郑重其事地告诉她 雨水里含有一种能让人致命的病毒 搞不好就会世界末日 只有安娜父亲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所以她必须出去一趟 安娜听完后顿时懵了 不待她开口询问 父亲继续叮嘱道 一定要照顾好弟弟 他是解决一切的关键 说完这些父亲就单独走出了必保 安娜根本无法接受父亲说的话 连忙拿出手机查看信息 网上全是居民被强制隔离在家的视频 女孩深吸一口气 强装镇定地来到弟弟身边 表示一切都会过去的 母亲像是知道些什么 淡定地表示这里绝对安全 可话音刚落 外面传来急促地敲门声 安娜姐弟以为是父亲回来了 连忙跑上去看门 却看到雨中站着一个痛苦哀嚎的大汗 对方刚准备冲进地堡 却被及时赶到的母亲扑了出去 想不到雨水里的病毒这么厉害 只在一瞬间 这位母亲便丧失行动能力 倒在漂泊大雨中 女儿看着无比恐怖的一幕 万分不甘地关上地堡大门 安抚好全身颤抖的弟弟 她想给父亲打电话 可惜一直提示没有信号 原本幸福美满的一家人 转眼间就只剩下安娜姐弟俩 深深的自责以及对未来的担忧 让这个20岁不到的女孩嚎啕大哭起来 可她始终记得父亲的嘱托 在弟弟面前尽量保持轻松模样 两人在研究地堡的操控系统时 无意中发现类似的避难地堡还有很多 安娜想到他们之间会不会存在联系 说不定父亲就在其中某处 于是她尝试利用内部网络联系其他地堡 可惜全都失败了 安娜没有气馁 她觉得这里一定有联系外界的工具 姐弟俩立刻分头寻找 终于在储藏室发现一台无线电 安娜顿时喜出望外 连忙接通电源 一番搜索下来 幸运地接通了一位男子 对方因为待在地下室 没有被毒语波及 安娜连忙报出父亲的电话号码 希望她在外面能够帮自己联系上父亲 见对方答应事宜事后 安娜只采安下心来 可当天晚上 无线电那头的男子就传来消息 他并没有联系上安娜父亲 不过附近的一家医院正在收留幸存者 也许那里会有父亲的消息 但是男子并不敢过去 现在外面太乱了 人们就跟发了疯一般 他还想再说什么 无线电突然中断了 安娜仔细考虑一番 还是将医院收留站的消息告诉弟弟 他准备去那里打听父亲的消息 可弟弟担心姐姐会有危险 无论如何都不让他单独外出 安娜只好点头答应 顿时会想起几个月前的一段经历 不知什么原因 弟弟染上了一种罕见的病毒 父亲经过多次测试 独自研制出来一种抗体解药 注射进弟弟体内后 居然成功将他治愈 虽然父亲的行为不被认可 可他的公司上级 对此却十分上心 安娜觉得父亲之所以觉得弟弟重要 可能就和这次生病经历有关 趁着弟弟睡着 他还是决定冒险出去一次 想找父亲确定心中猜测 可安娜即将抵达地堡门口时 脑海中顿时想起母亲的凄惨遭遇 对外界的恐惧让安娜瘫倒在地 他还是没有勇气走出这道大门 经历这时之后 安娜彻底断绝了出去的念想 仓库储存的物资足够他们生活很久 他开始全身心带着弟弟在地堡里生活 期盼父亲有一天能够回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 姐弟俩种植的植物渐渐长大 转眼六年时间过去 弟弟拉斯的个头已经超过安娜 可惜父亲再也没回来过 仓库储存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 焦躁和不安日移蔓延 安娜知道再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 是时候带弟弟离开堡垒了 不过在此之前 他得独自出去探探路 确保弟弟出去时不会遇到危险 再次经过地堡大门 安娜已经不再恐惧和彷徨 他的母亲早已化成一堆白骨 正在暗自伤感时 安娜被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鹿吓了一大跳 定了定神继续前行 很快来到附近的小镇 想不到仅仅过去六年 马路上已经杂草丛生 废弃的汽车随处可见 显然很久没人来过了 满脸震惊的安娜 还没忘记医院收留站 顺着随处可见的标志 没过多久边抵达目的地 安娜一边往里走 一边喊着有人吗 可惜半天都没得到回应 她的脸色也越来越差 随处可见的腐烂尸体 说明这里早就沦陷了 难道所有人类全都灭亡了吗 安娜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一切 忽然一只野狼从黑暗中走出来 女人急速后退 躲进一个房间关好大门 当堡垒中的弟弟醒来时 安娜已经安全回归 她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告诉弟弟外面什么都没有 唯一能去的地方 就是另外几处堡垒了 希望那里还有充足的食物 当弟弟得知明天一大早出发后 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她已经太久没看到外面的阳光了 随后姐弟俩沉沉睡去 水之半夜里 地堡中的氧含量开始逐渐下降 警报声纷纷响起 可安娜因为缺氧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 好在弟弟拉斯及时苏醒 察觉呼吸困难后 连忙拉着姐姐来到大门口 直到铁门缓缓打开 安娜才慢慢睁开双眼 可两人还没来得及庆幸 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出现在眼前 接着又有好几个人从丛林中走出来 将姐弟二人团团围住 这群人再次将安娜逼回地堡中 原来之前地堡氧含量降低 就是他们堵住通风管道所致 将二人锁进一个单间后 这群劫匪开始四处寻找生存物资 可这里的食物早就消耗殆尽 最终没有任何收获 领头的平头男子急得暗骂一声 招呼同伴离开这里 至于这对姐弟 就让他们死在里面吧 女下手心里很不爽 咱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滥杀了 领头男没有理会 继续朝地堡外走去 忽然所有灯光暗了下来 只有关押安娜的房间有点亮光 原来她知道自己快要完蛋了 连忙操控店员来吸引劫匪的注意 并在玻璃上写出两排字 我知道哪里有食物 接着她便拿出所有地堡的未知信息 在领头男的眼皮子底下生生销毁 现在只有安娜一人知道食物在哪里了 领头男陷入沉思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眼前的女人 她曾经在女人手里可是吃过大亏的 几年前的马丁还是一位阳光帅气的士兵 奉命来到病毒灾区建立警戒线 防止任何人外出 马丁负责驻守一条主要公路 没过多久 她就看到一位抱着婴儿的女子缓缓走来 马丁连忙明枪示茧 可对方却冲耳不闻继续前行 这位士兵纠结很久 最后还是没有痛下杀手 眼睁睁看着女子走出了病毒防控区 也不知过了多久 马丁收到队友的求助 于是连忙跑过去查看 发现所有队友全都躺在地上 之前逃出防控区的女子也在其中 唯一还能说话的战友告诉马丁 自从女子进入帐篷后 所有士兵突然暴毙 显然是被女子传染了病毒 话音刚落 这位幸存者也开始剧烈咳嗽 最终瘫倒在地没了呼吸 马丁万万没想到 好像放过的女子居然是个病毒携带者 而且传染能力这么强 她也没脸继续待在部队了 从此过上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地堡中的马丁陷入纠结当中 到底该不该放安娜出来 这时候搭档开口说道 有个同伴饿得走不动路了 这才让马丁做出决定 带着安娜姐弟一起走出地堡 让他们领悟朝另一处地堡进发 科技人并不知道 前方不远处 有几位蒙面男子放出小型无人机 正在四处搜捕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以上就是残雨的第一期内容 兴趣开坑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